今天三人哥要跟大家討論些什麼呢? 這個故事是這樣子的 那一天有一個算是網路上的車友 然後他就丟了訊息給我 他加了我的LINE 然後就丟了訊息給我 然後他問說 如果有車子的問題也可以問三人哥嗎? 然後我回答他說可以交流交流 他說請問如果我想要買5加2的車型 那我目前對URX跟Outlander比較有興趣 可是Outlander應該在今年或明年就會改款了 那URX感覺可以再進化一些 比如說這個ACC的全數域 不知道三人哥怎麼看呢? 然後我就問他說 都有去看過車了嗎? 我來幫你腦力激盪一下 所以我就在後面做了什麼事情呢? 那後來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一個人的意見 沒辦法代表得了什麼 所以我就忽然靈激動 因為Youtube他有給我一個權限 就是我可以做問卷 那我的問卷就比較簡單 它只有五個選項 最多只有五個選項 所以我就把它的這個文把它Copy下來 然後變成一個帖子 放到我的這個社群的討論版那邊去 那我就把它變成一個討論區 那設計了五個選項 當然針對這個網友 這個車友他要的這個5加2 然後最想要的URX跟Outlander就放上去了 所以我有五個題目就是五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是買現行版的Outlander 那如果選了這個現行版Outlander的網友的話 希望可以提供原因 第二個是買剛上市的URX 大家知道URX剛上市嘛 也賣得還不錯 以它的整體的銷量來講 跟過去比較起來賣得還不錯 所以也可以當成是一個選項 那第三個是等改版Outlander 等改版Outlander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上市了 因為他說有可能是今年或明年會上市 但是這個就不知道了 因為這很難講 那第四個是等小改版的URX 因為URX目前還是有一點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的ACC沒有全數域 沒有沒有這個 有些人覺得很重要 但有些人覺得不重要 就看個人的這個想法 第五個就是 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就是你可以提供更好的建議 我就多了這個選項 如果你是選這個選項的 你就會在下方留言 你的建議是什麼 那就是討論的熱度也滿不錯的 就不到一天的時間 二十三個小時 就有四百五十個人投票 那投票的結果呢 就跟我想的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就是居然最多人建議是等改版的Outlander 但是大家應該都知道 Outlander今年或明年改版的話 它大改版是滿有競爭力沒錯 可是你怎麼知道是今年或明年呢 甚至也許越往後延 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車廠它的有時候是一個 有一個策略性的問題 所以你並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上市 所以你看喔 最多人選的是改版的Outlander 跟小改的URX 分別是37%跟26% 如果說以這個問卷調查來看的話 這位車友其實是應該等小改版的URX 或者是Outlander 可能你等到明年或者是年底的時候 他們都要改版了 然後你到時候你就可以兩台車拿來同時做比較 等到大改的Outlander出來 或者是URX小改 年底或明年 你這兩個你可以同時比較 這是目前比較多人給的選項 但是再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並不知道這位車友 我還沒跟他討論 但是我們並不知道這位車友 他能不能等到明年或者是年底 如果他現在就必須要用車 那其實你也沒有什麼好選的 你只能選現行版的Outlander 跟剛上市的URX 那如果是第一個選項 目前現行版的Outlander 我覺得有幾個重點 就是他目前的產品 算是屬於一個末代產品 所以他的算是比較穩定的 然後目前的折價空間也非常大 而且他的ACC是全數域的 他沒有車道偏移 沒有stop and go 就是他沒辦法直接按了又跑 他就是只能跟到 他能跟到零但是他會直接解除 但是對很多人來講 這也許就夠了你知道 而且現在因為要改辦 折價空間也大 因為賣的不好 折價空間也大 所以這CP值算是來講 也算是非常的高 所以有些人他會建議 推薦這個現行版Outlander 但是只有6% 好像大家比較不推這台車 然後或者是買剛上市的URX 那有些人會擔心說剛上市 會有一些小毛病 不知道 不想當白老鼠 這也是可能現在分數比較低的原因 然後 有更好的推薦的這一個選項 卻只有9% 我以為會很多人很熱心的提供一些建議 所以我一直以為這一個應該是 最後這個選項應該是最多 因為這open的嘛 開放式的提問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覺得 因為這個可能有很多的選項 以為大家會天馬行空提供很多選項 可是我覺得現在在頻道裡面留下來的 這個好朋友們都是比較優質的 為什麼不會酸來酸去的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UX跟Outlander 目前它的價位區間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你既然知道它的預算大概在那裡 大概在百來萬或者是一百萬以內 那當然我推薦就不會隨便亂推薦 頂多就是推薦一個跟一百萬上下 或多一點點的這個 你不要搞了一個 這個alpha要到三百萬兩百多萬 那誰不知道應該可以選那一台 每個人都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項少 可以代表得出 目前在台灣這種五加二福 和百萬左右等級的預算的車子是比較少的 那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進入到這個 網友們留言的一些問題了 那我稍微有一些我覺得還不錯的 我可以拿出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那有一個網友說 他要反駁 因為他是URX的車主 留言憑什麼說拼裝車呢 我想問在座的各位 哪一台不是拼裝車 最近爆大陸工廠生產地言 哪一間沒有影響 哪一間沒有用中國大陸的生產的零件 不要給我說都是純手工去查查新聞吧 就是因為大家對於自己的車 一定是站在自己車子立場 比較本位一點 所以他會有 就是這個陳聖宏他比較 就比較生氣的地方 我也可以理解 那可能大家講的所謂的拼裝車 也不是這個聖宏理解這個意思 我覺得大家講的應該是說 就東湊一塊西湊一塊 但是我這部分我要替那隻傑言說話 其實他本來就不是傳統的車廠 就像特斯拉一樣 他本來就不是傳統的車廠 所以他用了很多賓士的材料還有底盤 他可能也不是自己設計的 這我們不知道 但我覺得你想到特斯拉 你會想到你會討論他的底盤嗎 可能也不會 你會討論是他的科技 還有他的自動化駕駛 Level 2的自動 真自動駕駛的那一塊 但是你想到納智捷想到什麼 一些智能化的科技 比如說他的環境 還有他的一些很貼心的服務 很貼心的一個功能 這些都是納智捷 就是他當時設計的 成立的時候 他就是要走一個比較智慧化的 一些台灣的電子科技 可以運用在車子上面 那他最近跟鴻海又合作了 所以我相信他未來這一條路 會走得越來越精確 所以大家不用把它當成什麼拼裝車 講得好像它是東臭西臭的 每一個產品 他都有用到別人車子的影子 比如說日產的車 不是一直說他是用尼弱的底盤嗎 那這樣子是不是也是拼裝車 那賓士也用到尼弱的底盤 那些NGCC的那些底盤 A-Class B-Class C-O A-G-O-A 這些都是啊 所以大家不要 就是每一台車都有它的靈魂在 那納智捷的靈魂是什麼 它的那個L有沒有 它那個廠灰 它就是一個人的意思 你看它不是Y-L 它就是一個人的意思 就是以人為本 這個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然後這一個Telor Telor Ray它寫的是Odyssey 那當然Odyssey Odyssey是一個很不錯的車子 可是它預算比較多 比較貴 所以應該是Over Budget 然後這個張健雄呢 他說兩台都有缺東西 如果不急的買 對這也大概是目前比較主流 兩台都有缺東西嘛 所以你等兩台都小改款的話 這個是應該目前是最好的選項 只是看你這個比較比較急迫性 那這個Coco U 這一個朋友呢 可能剛那位網友 那位車主 URX的車主 所以我請URX的車主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跟我聯絡 我們可以來分享一下車子 那它這個Coco Walmart 這一個網友 他是說Outlander 完整性比較高 比較不像拼裝車 完整性比較高 完整度比較高 這個 那大家自己看一下 這個納字節不錯 可以試試看 這個John John他說 現在的Santa Fe 這台當然也超過它的預算 所以這個就把它bypass掉 什麼捷運公車 我覺得張景瑞 你講這個捷運公車需要幾個人 我不知道寫這個幹嘛 那你就不要吃 人只要吃得飽就好 那你就吃乳肉飯就好 你幹嘛要牛排館 牛排館全世界都先關起來再說 是不是 如果要等 那就等改版Outlander 你就寫這個就好 你寫前面這些幹嘛 那自己也不敢恭維 我不知道你有恭維過還是怎麼樣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然後這個 施拳風 那自己的妥善率跟油耗 是比較讓人擔心的地方 我們在觀察嘛 因為Ice才剛上市 我們給他一點信心 如果要這個Martin Young 他說如果要花超過一年的時間來等 那等新改版Outlander吧 這個 對啦 他新的東西是真的還不錯 那就看車主能不能 這位車主能不能等待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Simple Gen 這一個朋友 他說Codiak 這個大雄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它的價位比較接近URX 大概100 加一點點預算 貴一點點 但是這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可是這個是歐系車 有些人他就覺得說他的成本 後續的持有成本是比較高的 就看個人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位網友張小溫的回覆 他是納智捷車主 URX真的是納智捷大躍進的產品 如果時間上不敢 天意可以等Outlander再錯比較 我覺得他是車主如果這樣子講 但如果是以現行版的話 應該是URX是首選 所以他覺得新的Outlander 是比URX好 推薦 但是如果以目前的小Outlander 跟URX比較起來的話 他還是覺得URX比較好 真的大家用產品本質做比較就好 不要聽一些謠言 其實就是自己待過的業界 反正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 他在汽車產業 不要問愛家 怕沒工作 那我們不要害他沒工作 大家看一下 那品質妥善率 有實際折價幅度又高產品成熟 所以可見他應該是勾選 現行版Outlander 這個邱玉刺 然後這個TED TED州 他是說Codec Codec是也不錯的選擇 只是說這個O系車 大家可能 每個人的看法不太一樣 那現在買Outlander最便宜 然後增加空間大 如果跟預算有關 如果要買UIS真的再等等 他的妥善率再看一下 這個 這個紅銳尾 他的建議是這樣 然後乖巧男孩呢 他選擇大改的Outlander 相信會有全數譽 其實如果真的不急的話 好像Outlander還不錯 很多人推薦 然後這個Quaker00335 他說等改版加益 雖然會漲價 他也是支持Outlander 改版後的Outlander 其實他沒寫 他說等改版加益 也有可能是Outlander 也有可能是URX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Quaker 然後瀟灑 瀟灑這個車友 他說納智傑的服務處有限 三菱至少全省都有 其實納智傑也不會有限 幾乎每個縣市都有 所以 當然三菱更多 因為他老品牌 所以大家可以再斟酌一下 這瀟灑朋友給的建議 然後無奈的人 你是多無奈 等5加200萬內 那應該會很殺 畢竟內裝質感都提升不少 等5加200萬內定位又更明確加油 這我看不太懂 Bypass 黃玉清 他說Outlander 隔音變得很好 也有輔助配備 這是真的 現行版的Outlander 它的隔音真的做得還不錯 大家可以實際去展示中心看看車 也不錯 然後輔助配備也幾乎都有 所以基本上都有 然後這一個 這個字我不會黏 王先生 Y Y王 繼續用車的話 他會買Outlander 因為URX 剛上市 好不好實不實用 問題都不多 要等時間來驗證 所以我們才需要找車主來分享 但是Outlander 對它是末代產品 所以妥善率的部分 根本就不需要討論 然後問題也不多 所以該有的都有 但是如果不急的話 他會選擇新的Outlander 所以這個每個人的看法不太一樣 可以再看一下這個Y王 然後曾凡宏Outlander不錯 剛從阿里山回來 這個大哥好像有分享過 他的Outlander還不錯 然後邱德盛 大改款的劇文和日產共用底盤 大改款的什麼 跟他共用底盤 若要七人座可能有變數 大改款是指Outlander嗎 應該是 應該 所以他意思是說 可能不會有七人座的意思 那這個就變成 要看看 然後這個30 50 Cine 如果要兩台 在預算範圍內比較的話 他會選擇30 折價高 產品四代9 然後車格也比較大 不然Toyota Prius Alpha 也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進口的油電 Prius Alpha 好像剛剛都沒有人提到 這一個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現在看起來 大家分享的 基本上都差不多是這樣 再來還有一個 發餅 發餅陣 他建議福特新款七人座 或者是Caddy Caddy七人座 Caddy Massey Caddy Massey 七人座 這一台福特新款的七人座是什麼 這個我不知道 可能要寫清楚一點 不然看不懂 Caddy也是一個選擇 只是說他真的比較像商務車 這個每個人 你可以自己去斟酌一下 5加2第三排 這個Hank 他說5加2第三排真的很難做 給小朋友做也不安心 不如直上七人座 說真的 URX第三排是還好啦 沒有這麼差啦 大家可以實際的去看看 這個Hank Hank的分享 這個無疑則說 Outlander 19年後會有無故急殺的問題 這個有車友可以分享嗎 我並不知道 然後Santa Fe第四代 很貴啊 所以也超過預算 還有一個王小胖 他說Karen's Kia的Karen's 可以試試看 可以去試看看 好像是個不錯的選擇 又是柴油 又比較便宜 他在百萬內幾 好像八十幾萬而已吧 就可以買到國產的 這個5加2 就看了 但是Karen's的後座 是比較小啦 第三排是比較小 但是有時候這5加2的那個加2 就是就像3加1房 那個加1房 有時候需要的時候 他比較有點重要 但是平常是不重要的 所以大家可以斟酌看看 然後有一個Tim Tim他說CX9 CX9應該也是超過Budget 就不講 鐵拔鞋很新鞋 Raffle Raffle沒有5加2 這個又是一個 那有一個徐曉穎 他說Boswegen的Turon Skoda的Codec 還有Toyota的Sienta Sienta可能對他來講比較小啦 所以他沒有寫上去 他可能比較想要修旅車 那Sienta他底盤比較低 所以比較不像SUV 那Codeac跟Turon Turon的部分 Turon其實也不錯 Turon 但是Turon不算是SUV 所以 每個人他可能他挑選這個產品 有一些些的 每個人有一個考量點 那Turon是不是已經停產了 好像是齁 不要買吃這個0802 這一個朋友 他說不要買吃有怪獸SUV 那要買什麼Yaris嗎 哈哈 張志明 張志明說日食 日食就不是5加2啊 可以說的 Sentafé Sentafé 好像大家都 Sentafé 然後Carence也有 Raffle CX9 X5 Odex X5就真的是來亂了 那原則上剛剛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實際的大家的分享的內容跟大家分享喔 那其實我常常跟大家講喔 買一台車其實可大可小 它是僅次於房子以外第二大的開銷 大概就算養小孩 他也是分每個月每個月一點點幾千塊幾千塊這樣子 但是買一台車你至少一開始就要拿個好幾十萬的投機款出來 跟房子一樣就是至少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 那這樣子的情況就會變得大家會變得比較謹慎一點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買車的時候不要聽外人講太多 自己實際去體會最準 當然外人的經驗可以當成這個經驗的交流 我覺得都非常好 那現在就是Sentafé希望說之後多了這樣子的一個企劃 可以幫助大家去找到自己喜歡的車 那透過網路的力量 然後可以大家一起來分享討論 那今天就是今天這個5加2這位朋友呢 在UIS跟Outlander是不是要選擇改版之後的車型 有很多的煩惱 那今天有很多的網友願意提供經驗跟他分享 那我們希望他可以買到他喜歡的車 然後之後跟我們一起開箱分享他的使用經驗跟優缺點喔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跟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期待下次有任何朋友有想要在網路上發帖 用問卷的方式可以跟我說把問題丟給我 我來跟大家一起討論 那讓大家可以得到最精確 然後讓自己不會後悔的答案喔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哇靠 你都看完了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這是我執行90天重啟人生計畫的結果 如果有興趣的人歡迎參考聯絡資訊喔 本節目是由莊手安醫師團隊小星星講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歡迎參考聯絡資訊 我們下次見